要如何将社区与学校做结合来看这个例子 中华艺校尤其彩绘社团的学生 将联合医院外面的变电箱加以彩绘 让一项给人冰冷印象的医院 瞬间变成充满可爱童趣和色彩缤纷的氛围 也成为另类的装置艺术 这些五彩缤纷的画作有看起来美味可口甜点 还有充满童趣的可爱动物 您可以想象吗 这里其实是在医院旁的人行道 原本只是为了不让变电箱外露 只好用木箱围了起来 但是这群来自中华艺校尤其彩绘社团的学生 就希望把色彩带入社区 让一项给人冰冷印象的医院 增添了可爱又温暖的氛围 大家都先想出一个适合这个医院 给小朋友看的一些图 然后有人想到的是海底世界的自然的这种风景 然后我主要想到的是甜点还有娃娃 这些比较可爱一点的 觉得看到很可爱的东西心情就会很好 而且自己也很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这些甜点自己看了也会觉得很开心 希望小朋友看了之后也会跟我一样心情很好 原本的木箱在加宽加大 经过学生们的彩绘之后 让周遭的环境整个都亮了起来 对于这群学生来说 这不只是将课堂上所学到的技能展现出来 而是如何将大家的想法融会贯通 成为一幅美丽又赏心运幕的创作 设计这些东西也算是一个经验 因为未来还会再设计到很多东西 所以在画这个时候过程中可能会有点难 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在做的过程中就学到了一些东西 例如说海洋要怎么接到甜点 最后就用礼物盒的方式 从礼物盒里面流出来的海 这样子把它做结合 社区和学校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生命共同体 能够让学生走入社区 从社会服务中学习到课堂以外的宝贵经验 也能借此将所学展现 这一块场域其实比较可惜的就是色彩少了一点 那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把同学他们的一个专业能力 那把我们的色彩的一个专业程度 把它呈现在这边 那透过学生们的一个发想 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医院的场域里面带给民众 能够多一点疗愈 多一点欢乐 多一点幸福的一个这样的想法 这些学生小心翼翼的一笔一笔将有期上色 每个细节都毫不马虎 也就是这种认真的态度 才能让原本毫无生气的环境 转变成医院外的亮点 也成为另类的装置艺术 港东新闻 李正道薛云珍 采访报道